台中柳川工程整治改善河岸景观 一二期成功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水利局接续推动第三期工程计划向下游来延伸 从三明溪路到周明南路全长600公尺 总经费3500万元在7月初动工 预计年底完工 白鹿丝夜路在河岸觅食 这里将进行柳川整治工程第三期 从三明溪路到周明南路全长超过600公尺 柳川整治工程改善河岸景观 一二期成功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水利局接续推动第三期工程计划 以人本设计为考量 改善老旧人形铺面 河岸将以洋红枫林木植栽装点 营造紫色浪漫氛围 红色的一些植栽 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 那我们也会在多种几颜色这样子 那以后整个开化的时候 柳川在这个附近的一个柳川的颜色 非常丰富 另外在旁边也有个绿带 那我们也会迅速一些飞食步道 还有一些景观的一个照明 柳川三期改善工程约150个工作天 预计年底完工 当地里长听到开工了 好开心地方将多一个休戚景点 十几年终于要落实 我们里面听到这种讯息 非常的高兴 如果整治以后 它从上面看来 有景观灯 晚上非常的漂亮 他们也是我们这个 我们附近的这个 也是多一个散步的地方 次的三期改造 把我们整个步道来做一个整理 以及我们的景观做改造 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环境 让它更优质 让我们的民众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能赏心悦目 未来地方的柳川不再是杂草丛生 而是一个城市绿带 与人文的休息空间